这是一位大陆资产美老师寄来的照片 他的客户的脸部被酒精烧伤 烧伤程度大概是二度 目前已经治疗一个月后 目前脸部皮肤大的时候 红红的前身皮肤 医师告诉他出去以后一定使用防晒霜 他想问的是物理性防晒霜可以吗 除此之外 我们的其他脸部的护肤品可以使用吗 目前这个顾客使用的是 医院开的含单位成分的中药面膜敷面 用医院开的合成维生素液霜擦脸 医师告诉他说 他要两年将正常恢复 他想知道是两年就可以恢复吗 还是说可以更早呢 另外 已经看到皮肤非常干燥 真比似乎出现许多不健康的成分 这个部分他需要讨论一下 另外他愿意使用防晒霜 其他产品不太相信 想知道说可以敷面膜了吗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整个讨论起来的话 他事实上可以分成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想每一位病人最关心的还是恢复速度 就医师告诉他要两年才能恢复 第二个他真的要用防晒乳吗 如果他使用防晒乳安全吗 如果他使用防晒乳安全 那其他脸部的保养品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讨论 我们在讨论之间 我们先来看这个情况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图是 基本上整个皮肤是属于比较 在一个发炎的状态 这次发炎后的色素沉淀 所以有很多的色素的结痂 或者是色素的斑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他的 脸颊受伤部位 我们可以看到表皮的纹路 在这个部位是很差的 其他部位还好 但是在这个部位当然有很多受伤的 出血的还在红肿充血的状态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一条一条白白 其实他皮肤非常干燥的证据 这是一个角质的屑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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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屑� 当然我们中间还是看到充血的部分 甚至还出现一个类似疤痕的现象 但是在这里我们能就看到很多小小细细的 一粒一粒的东西正在凸起 正在形成 在发际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受伤还是一样 还是看到很多一粒一粒干燥的凸起状态 然后在下面这里有许多白白的东西渗入 那这个部分 在我们在它的比较轻上的部分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件一粒一粒的东西非常明显 在这个真皮图部分里面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真皮乳头受伤以后 比较容易表现出来的情况 但是真皮乳头这时候会接触到外界的药品或者保护品 所以它们吸收也会比较容易沉淀在这里 我们能就看到很多的化学物产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这里好像没有表现出来 那表示这一粒的渗透比较像是在表皮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刚刚那个案子因为并不是一个 它是刚刚发生案子并不是一个结束案子 所以我跟各位看另外一个案子来做讨论 这是一位在海外旅游的朋友 他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只有差不多六天的时间 在六到七天的时间 然后在第一天的时候 他跑去了某个医院做了激光治疗 激光治疗后他的整个发炎红肿 当然非常厉害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他肤色不熟 比较深色健康性 所以他非常的紧张 他担心说这些东西将来会有产生不好的 很明显的反黑现象 于是他找上我们 我们使用了活肤塞长素跟休敏塞长素 帮他做表皮的处理 也就是干细胞的生长 处理完以后我们再用激光帮他处理 这是我们的独门武器 在这样的处理情况下 各位可以看到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就非常的清楚 我们如果看旁边的图的话会更清楚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受伤 第一天还有结痂 然后第二天结痂开始干到第三天出来 第四天立刻就脱落 第五天我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在这里来看 那个左边的情况也是一模一样 我们就看到整个收干 大概在第三天就收干 第四天第五天就消失了 那这个案子 我们只有五天时间 因为第六天他就坐飞机回到他的国家去 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表皮是非常光亮 有很多化学物染 然后整个受伤的结痂的情况 我们慢慢把化学物染清除掉 那皮肤慢慢再生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小小温度 然后随着再生的情况进行 到第五天其实并不完美 可是至少他大部分的东西已经清掉 我们看到真皮的部分 他有很多的结痂的部分 事实上慢慢的 在第五天我们也看到大部分情况消失掉 我们拿这个案子跟各位讨论的意思是说 任何一个受伤 事实上你适度的使用正确的保养品 甚至正确安全的营养品 可以使得他皮肤的代谢非常快 那这时候再施以正确的激光手术 他的代谢其实非常快 于是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这个案子 就这个部分我们看到是他的色素沉淀 事实上我相信他没有比这个案子来的困难 但是我们要回答他的情况 第一个 恢复的速度 意思告诉他两年才能正常恢复 我相信如果你正确治疗 大概最多8到10个月 了不起12个月应该可以完全恢复正常 包括色素 包括皮肤的敏感性 包括皮肤的受伤状态 他都可以完全恢复正常 目前我们比较担忧的是 皮肤非常干燥 真皮似乎出现许多不健康的成分 大家都知道烧伤本身会使得表皮受伤 受伤结果他的整个渗透性会变得比较大 使得那些东西 不管是他的好的成分或坏的成分 药品或者保养品 不管哪一个成分 他都会容易进去 目前我们看到这些不健康成分 我的猜测是在治疗期间放进去 那之前有没有我不知道 可是目前我看到的是许多的不健康成分 光是这些不健康成分的排除 我们可能就要花掉六到八个月的时间 然后之后我们大概再花两到三个月 应该可以帮他皮肤修复 那这个部分 他的意思告诉他说要两年的时间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的依据在哪里 不过他是现场的意思 他的依据应该是有道理 那只是说一个意思说要两年 那我们的问题就变成说 第一个能不能更早一点 或者两年你真的有把握吗 两年可以正常恢复 什么叫做正常 包括不是敏感性肌肤吗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讨论到 所谓防晒五的必要性 防晒五的安全性 跟其他副产品的安全性 我们先谈安全性这部分 含中药成分的 那个单规成分的中药面膜 或者是合成的维生素液双 这种东西 它到底是不是安全的 它插在一个已经受伤的皮肤上面 到底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那如果这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它安不安全 防晒五我们也不知道它安不安全 这时候使用上面其实就有风险 我们怎么知道它的使用上 会安全或不安全 其实很简单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案子一样 我们不断的追踪 如果它皮肤逐渐的产生纹路 逐渐往正向的方向走 它的皮下的东西慢慢的代谢掉 我们就认为它是安全 如果不是 那我们就认为它是危险 事实上我没有办法告诉各位 这个单规成分的中药面膜 是好的还是不好 这个医院的合成维生素衣装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甚至我们的面膜是好的还是不好 我们的防晒五是好还是不好 我都没有办法告诉各位 这个部分要请各位自己 去做不断的做肌肤检测追踪 但是我很清楚的可以跟各位讲 在这几年来使用瑞生的经验上 我们很确定的知道 我们的防晒五是安全的 所以在我们防晒五的安全性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打包票 但是即使是打包票的这部分 我相信都需要各位自己的亲身的去验证 验证方法很简单 就是不断做肌肤检测 你使用这些防晒五的时候 你的皮肤仍旧越来越好 那就表示它是好 越来越坏就表示它是坏的 这个部分其实不是用空口白化可以处理 那目前我们最后谈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防晒五的必要性 防晒五真的必要吗 事实上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化学性防晒五已经被证实有毒 那物理性防晒五的部分 就算它是完全无毒的 这些物理性防晒粉 它通常用的是粉剂 就是粉体 那粉体它必须要融在 我们表皮的酸性保护膜上面 这位朋友他已经烧伤了 所以我相信他的酸性保护膜已经不完整 在不完整的情况下 再花一点精力 花一些酸性保护膜去 溶解它的防晒五 这件事情我基本上觉得有点可惜 它的酸性保护膜现在应该全力的 去营养去重建它的皮肤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会强烈建议 它为什么不试着戴帽子 撑伞 不要晒太阳 然后晚上逛街 或者走在走廊下面 不要在必要的时候出来晒太阳 像中午的时间你一定要出来晒太阳吗 如果在正中午晒太阳 即使你用防晒五也没有必要 好我们来做个简单结论 第一个恢复速度 每位医师的看法不一样 如果各位允许我们做治疗的话 大概差不多八个月到十二个月 应该就可以恢复到蛮正常 目前唯一的风险是皮肤出现的这些不健康成分 第二个这些东西安全吗 如果这些东西不安全 它皮肤的不健康成分当然越来越多 它就会干扰它的复原 事实上两年能不能正常复原 我其实非常怀疑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安不安全呢 请各位继续的做皮肤的追踪 不断做皮肤的追踪就可以了 那防晒五有必要吗 防晒五也许是安全也许不安全 可是不管它安全或不安全 我给各位的建议是 请不断做皮肤的追踪 然后戴帽子撑闪 走在走廊下面 好谢谢各位 好可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